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的封面故事要带您到花莲 看看一间老房子改装的二手书店 环保的理念从里而外 就连餐点也坚持输果 不要造成地球任何的负担 妈妈不知道的是单元 李耀堂大厨教你怎么做出迷迭香橄榄油 四季零食我们一起来关心 夏天大家最爱的水果 西瓜 你知道西瓜有四种吃法吗 另外有一句俗语说 不明吃西瓜也欢景 西瓜到底什么时候吃最好呢 日式的老房子 女主人吴秀宁 抢在老房子拆迁转卖前 买下老屋重新翻修 改成只卖蔬果餐的二手书店 从餐桌 书籍到屋网 全都是回收来的旧物 我们来看看她的坚持 午后阳光暖暖地照着 古老风铃就挂在格子窗炉前 随时迎接客人到来 日式老房子有一股怀旧的风情 走进来像是走进时光隧道般 复古的空间让人仿佛回到七十年前的林景 其实我觉得我就是被老房子召唤来的 可以这么说 因为就是很抵抗不了那种日式老房子 它屋顶上面布满青苔的那种老瓦片的味道 那时候为什么会很冲动地去整理这老房子 现在很多人说你才租几年 你这样划得来吗 大概不下几十个人问我 可是很难回答 我就是想要陪这样的老房子 然后就是让他很有尊严地走过一段路 这样子我没有多想什么 这一间在1939年建造的房子 原本是一位日本医师所有 历史让房子留了下来 但岁月却让房子逐渐崩坏 直到2012年9月 静置已久的老建物遇上了吴秀宁 才又重新鲜活了起来 然后那时候田屋主他要顶让 我本来收书的 我就考虑半个小时 我就把顶让金转让给他了 那笔顶让金还是从银行贷款出来的 对啊就是决定的很快 可是就是那一份经过时间 去洗练过那种历史的感觉 会吸引你过来啊 那时候你完全不知道说 接下来的整修会发生什么样的事 所以后来我们经过了五个多月 用修复的方式 只要是崩坏的梁柱 就用旧的块木的原料去把它修复 地板一直到屋顶的屋瓦全部搬洗 就是把那些白衣啊 把那些潮湿的味道都把它赶走 长着青苔的屋瓦早已走入历史 如今却能重现 说来也是缘分 我们来的时候屋顶大概有四个地方是破洞的 像旧房景在整修的时候 你如果不把破的地方打开来看 你完全不知道它破的程度是怎么样 我是一个很乐观的人啊 当屋顶越开越大的时候 其实你吓了一跳 你去哪里找那个旧的瓦片 买不到啊 有钱买不到啊 因为如果买不到的话 你就必须用其他的素材嘛 可能铁皮啊 或什么的 可是我们真的是把它挥复成原来的样子 所以我们就到附近去寻找 刚好隔壁一条街的草丛里头 就是整整一车 然后它愿意让我们带走 而且是同一个牌子 叫理想派的老瓦片 就是靠那些老瓦片 然后把整个屋顶修好 然后现在也所剩不多这样 说是整理翻修 不如说是一种态度的重新学习 目光阿亮在整理过程中 看见老师傅们的手艺 有一种用心的专注 透过岁月的痕迹 传承过去的技法 旧物说法 他们用心观察 仔细地保留下 每一个不同年代的木座 是你现在看到的桌椅啊 或者是书柜 如果不是用旧的那个衣橱 去改装 拼装起来的 就是用旧木料去把它盯成的 那现成的椅子的话 可能就是回收场找来的 或跳找市场 因为我从小就是在类似的那种老邦长大的孩子 对 所以上时光二手书店 我们的一店 跟这里的味道其实是很像的 那这里更完整 更是纯粹的日式的感觉 我觉得旧物新生就是时光原本的精神 就跟旧书一样 离开上一个主人 然后之后我们再来利用 然后接下去其他的故事 老建筑新生命 接下来你我都有可能是继续写故事的人 吴秀宁回收老房子 回收二手书 当然餐饮也要环保 所以他坚持只卖吃得安心的蔬果餐 清晨的时光 二手书店小小的厨房里 开始忙碌起来 日式老房子 重生在旧物历史的轨迹里 女主人坚持只提供蔬食餐 全部采当令蔬果和不过度调味的主食 希望让客人吃下这份餐点时 可以尝到食物的真正味道 我觉得这就是健康跟尊重生命的概念 但是我希望我有一个新的空间 可以提供餐点给客人的时候 我希望带给别人的是一个没有犹豫的 然后就是对他自己 或者是对地球都没有负担的食物 所以我们在食物的选材上面 就是我们会就是不采用加工食品 或者是人工添加物 那选择的话 大概就是非基因改造的一些黄豆什么的 我们都会采用这些 素材也都是来自就是当地的小农的一些作品 就像这个店里最自豪的手工戚风蛋糕 就坚持用蛋白打出柔细泡沫 代替一般经常被用来添加的泡打粉 没有任何人工添加物 绝对要吃得安心 一般戚风蛋糕它里头会加一些泡打粉 让它更蓬松这样子 我们拿掉这种添加物这个东西 然后运用蛋白去打泡 然后让它不会塌陷这样 味道也很好 真的很健康 二手书其实才是这一家店的主角 所有过去曾宏极一时的畅销书 或者是冷门的绝版书 都有可能是架上的明星 就是当初我开店的时候 我第一个想法就是我要卖的商品 我绝对不要去对地球造成负担的 这是我第一个想法 所以我就做旧书 大家好像现在慢慢可以接受旧书这样子的东西 就是他们不会一定要买新书 那其实架上的书很多很多 都跟现在还在市面上贩售的新书是一样的 很新的 那像绝版书的话 在新书店是买不到的 就是你慢慢接触旧书之后 你会很感动其中不同于新书的东西 它里头可能会夹很多书签 或者是过期的车票 钱币 或是依丰情书 或是妈妈写给儿子 然后或者写给情人之类的信 每一个都是每一个的故事 那其实我们都会把它拿起来 就把它贴在墙上 因为不晓得施主是谁 可是有一次我在回收场也是 捡到一箱关于音乐的书 里面有一封信 那个人我认识 结果就透过朋友 他来拿回这封信 那是他国中的时候写给他妈妈的 可是他妈妈在整理东西的时候 不小心把它丢了出去 就是无归原住这样子 就是看到旧的东西 就有忍不住一种热血 当你去回收场挖宝的时候 捡到一本绝版书 有那种信心 二手书 书果餐 在阅读的空间里 细细品尝自然美食的滋味 感受一种岁月沉淀后的悠闲 日式老屋在文学与书果的交流下 提供了一份甜淡幸福的自在 老房子里所有被遗弃的物品 都有了新的生命 而动物也是一样 每一只走进店里的流浪猫狗都在这里找到了归宿感 成为二手书店里可爱的风景 午后时光 小虎的睡姿真是无法无天 这里的环境让他有耍赖的安全感 每天下午四点罐头一敲 猫儿们就知道吃饭时间到 瞧小虎像二级的家伙 一点也不客气 而这一只全身黑的猫叫黑美人 看到有陌生人便警觉地在高处 等着望着 我们那时候到这边整修房子的时候 这里就有一群圆柱猫 对 他跟着我们一起整修房子 然后刚开始很不愿意接近我们 就是但是有几只很贪吃的 就会在等工人的便当 好可爱 然后慢慢慢慢地 有三只可以摸到了 所以我们就会固定喂食 然后帮他们做TNR 就是结扎的动作 在耳朵上捡个记号这样子 然后一样用野放的 因为我想他们原本就是在这里生活 乌蒂跟阿吉总是守在柜台 白白净净的模样 十分引人注意 如果不说 谁也没想到 他们都曾是流浪动物 救物新生 就是我们书店里头 除了救书然后救物件之外 又有一些流浪的猫狗 我理想中的一家书店的样子 它不仅仅只是救书救物件 我觉得就是它可以加入 很好听的音乐 然后很好吃的食物 各种讨论的那种议题 然后它有猫狗可以在期间 很自然地 很友善地被对待 这么活泼的一家书店 它可能有一些不一样的影响力 书店的风景 除了流浪猫 还有流浪狗 它的名字叫欢喜 职称是店长 欢喜的名字里 就有着自在的期待与祝福 从第一代的店长上来 然后到欢喜到阿花 然后到馒头 一直到现在的 变成猫 吴迪跟阿吉 就是很自然 其实那些猫狗都是 它自己来找我们的 并不是说特别去哪里找到它 它就是它自己来店里 或者是我在店的附近 路上救了它 然后因为它可能就是长短脚 或怎么样不太适合 我在野放到街上去 我就把它带回来 成为书店的一个风景 你的阳台有没有 种上一盆迷迭香呢 炒菜的时候拿来爆香 马上就有浓浓的西式料理风味 但除了这样 李奥棠大厨今天还要教我们 用简单的三步骤 在家里自己做迷迭香风味油 请看妈妈不知道的事 好 我们现在要教一个迷迭香橄榄油 每一个家庭花园里 可能会有自己种植的迷迭香 那这边要注意的地方就是说 我们的迷迭香呢 栽下来之后呢 一定要把它洗干净 洗干净之后呢 我们现在再将这个迷迭香的这个 根 拆下来 拆下来之后呢 我们可以放入到微波乳 强微波一分钟 强微波完的迷迭香之后呢 把里面的水分呢 完全脱干之后呢 这时候的橄榄油 才不会因为迷迭香里面的水分 而造成这个油脂的腐败 那这时候呢 我们将这一个刚涨好的迷迭香 放入到瓶子中 那这时候呢 我们将冷压的橄榄油 倒到瓶中八分满 那分满之后呢 再晒入了软弄晒 灌好的这些橄榄油 我们必须要放在厨房 比较阴凉的地方 那这时候呢 因为我的玻璃瓶 是属于透明瓶装 那橄榄油 绝对不可以碰到亮光 所以你可以选择 你的瓶装是不平的 但是必须是玻璃的 那因为橄榄油里面呢 它会有很多的橄榄多酚 那这个橄榄油 是一个很健康的一个油品 它可以将你们身体上的 膽固醇带走 那这个西式料理当中呢 米点香是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香料之一 那等待一个礼拜之后呢 我们这个橄榄油 就可以让你的橄榄油 充满了异果氛围 夏天最受欢迎的水果 就是西瓜 清凉香甜又解渴 可是你知道吗 这甜瓜的背后 却是西瓜浓在热炉地上 辛苦照顾来的心血 带您一起去体验 天气一热西瓜生意大好 平均一天可以卖出一两千斤 西瓜怎么选 看看西瓜两头 瓜头的梗有没有弯曲 瓜地略凹 品质较优 除了西瓜皮颜色纹路 西瓜甜不甜 一家三代经营西瓜生意 长达61年的谢老板 他最清楚 西瓜要选就是 要看到文路 还有听到声音 声音要响亮 声音一定要有响亮 要了解到西瓜圆的那个 西瓜长 西瓜长哪用西瓜 然后回家 一般民众常吃西瓜 却不知道这个 消暑清甜的西瓜 却是瓜农在火炉般 炙热的农地上 灰汗种出来的成果 我们第二季就是夏天前 要早早早早 就是要在栽叶 五点就要到红帝 红帚到九点就要休息 夏天就最辛苦 冬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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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刮冬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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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冬� 它还会发意 如果结果了 结果了就不大了 没什么作用了 凤林镇的西瓜田 就位于秀古兰西畔 河床沙地上一晒起太阳 就变成了火炉地 高温执照人受不了 为了避开毒辣的阳光 吴聪明夫妻俩 从清晨四点就开始忙碌 水源每十五分钟来来回回 开开关关 就怕瓜苗没水 长不出沙很大的田西瓜 来到西瓜田也才知道 原来清凉西瓜的田 是历经沙漠烈日般的热 才得以长成 而这背后最大的推手 就是正日守住瓜园 日晒灰汗细心呵护灌溉的西瓜农 西瓜好吃人人爱 可是吃完的西瓜皮该怎么办呢 大部分的人都丢掉 其实西瓜皮凉拌也很好吃 吃剩的西瓜皮先不要急着丢 这些可是逢秋梅眼里 做菜的好材料 西瓜切开的时候 我们可以分三段 中间那一段红色的呢 我们可以生吃 那下面那一段呢 我们留一点点红色的 又有点白 看起来比较漂亮 而且比较脆 而且丢掉很可惜啊 一般我们用木瓜 木瓜也可以两半 西瓜也可以两半 凉拌西瓜皮 农秋梅的做法很简单 首先要把外层最坚硬的绿皮切掉 切掉并不是丢掉 而是要留着做厨余堆肥 其余的部分切成薄片 有多少切多少 一点都不要浪费 因为这个可以吃的东西 而且它皮削掉 只要丢掉一点点 其余的 我如果没有一次吃完的话 我会给它清洗起来 用保鲜膜弄起来 等你要煮汤也可以 然后我加一点点素肉燥 香菜啦 就是有点跟西瓜的味道 也蛮合得很清口 本来香菜生吃也很好吃 很香 这个也不需要在家煮过 而且可以当一些小菜之类的 夏天的话 你冰在冰箱里面 一次吃不完没有关系 你可以要吃多少就拿多少 西瓜本身就有甜味 要凉拌做菜 可以依照个人口味的喜爱 加点简单的配料 或酱油及醋调味 不需要繁复的过程 也不需要开火热炒 制作时间快速 又节省能源 才十分钟不到 就可以完成 简单 环保 又习福 为什么用西瓜来做菜呢 因为西瓜很爽口 而且西瓜可以做到试吃 而且你看它又可以生吃 又可以做西瓜汁 光这个凉拌的我可以做两吃 一个煮汤 一个就是这个凉拌的 不要说只有这样吃 吃又很可惜又丢掉 而且像很多人家 那个卖水果汤的那个西瓜 一大堆的西瓜皮 而且要烂掉又很长时间 如果大家能用这样子 只要很简单的手法 就给它处理起来 又干净又好吃 而且这个西瓜凉拌的话 你不用一次吃完 可以放在冰箱里面 而且很防保 西瓜皮又可以做堆肥 我们自己有种菜 而且西瓜皮非常好 像我买一颗西瓜那么大的话 只丢掉皮 俗话说 半米吃西瓜的环境 这是什么意思呢 到底西瓜该怎么吃才健康 我们请到中医师来告诉您 一般这段时间的讲话是说 晚上吃西瓜 半夜可能会拉肚子 为什么这样讲 因为西瓜在我们中医的观点来看 是一个很寒凉的一个食材 因为它跟我们中医有一个方式 叫白虎汤是很像的 它同等级 那白虎汤在我们中医来使用是用在退烧的 很严重的像中暑那种热 那种烧 我们会用白虎汤 那西瓜我们叫它天生的白虎汤 那天生的白虎汤 既然它是天生的 所以它很凉很冷 那这种很凉很冷的东西 在老祖宗的看法里面 他觉得说如果你真的有热 你可以吃 或者正中午的时候吃OK 可是当你晚上吃的时候 因为晚上跟白天比晚上比较凉了 那这时候外面很凉 你里面在吃很凉的东西 可能半夜肚子就会告急 就会不舒服 就会拉肚子 所以他会建议说 晚上吃西瓜半夜会拉肚子 提醒大家就是这么含凉的食材 虽然在夏天很好 可是请大家可能晚上的时候不要吃 可能所以我通常是跟病人建议 就是你中午吃 正中午的时候吃效果是不错 而且比较不容易闹肚子 那如果晚上就可能少吃 或者不要吃 这样是比较好的 清凉多汁的西瓜 其实不用冰就已经很好吃了 如果肠胃较弱又忍不住嘴残 中医师还有贴心的建议 你用冰的话 当然有的人喜欢吃这种冰蒸的味道 但是我觉得不冰它就已经很冷了 所以其实这样吃 其实对一般你的身体的承受度 应该都OK 但是如果比较肠胃不好的人 比较容易拉肚子的 比较容易闹肚子的人 我觉得西瓜大概少量或适量 会比较适的 我们说有些比较冷的 刚才讲容易拉肚子 或者人家少会吃点冷 肚子会闷住的那种情况 所以一般刚刚讲到西瓜 其实中国另外一句原因就是说 冬天萝卜夏天姜 不用一身开厨房 一般我们在夏天 除了西瓜之外 大家其实很爱吃很多的冰品 一些冷的一些能力 那通常很容易因为吃了太多 所以午夜肚子好像胃就会闷 会脏气 所以通常我会建议在夏天 大家不妨有空的话 吃点姜会让胃温暖 会让肠胃的蠕动能力 变得比较好 才不会说因为吃太多能品冰品 你就吃到肚子无用肚掉 就是整个胃就有点脏气 消化不了 就比较不会有这种情况 所以这个一般在夏天 我们会给病人这样的一个建议跟参考 全球每年有三分之一的食物 被丢进垃圾桶里 在台湾一年的厨余量 就可以堆成1017座圣母峰 在对的时节 用对的方法吃对的食物 就可以减少身体与地球的负担 蔬果生活质告诉你舒适大小事 谢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次再会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